西胡萝卜胡萝卜还有香菇洗干净 再来洗两根芹菜 叶子不要只要这个梗 鸡胸肉切成小块 切好了放到料理机里 把胡萝卜和西胡萝卜也切成小块 也加到料理机里 还有香菇也切小一点 再来切一些洋葱 加入洋葱的会更香 芹菜切小段也加出来 然后来调一下味 加入少许盐 小半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黑胡椒粉 还有一大勺淀粉 最后打入一个鸡蛋 再来搅打成泥 再来搅打成泥 搅好了之后把它倒出来 用手糊口的位置挤出一个小丸子 放到油锅里炸 前面先放的已经炸到金黄色的就可以捞出来 然后拿个盘子放上两片生菜 把鸡肉蔬菜丸子倒进来 然后也要把鸡肉切成油 放在酱油上 放入莹菜 做得更香 放入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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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放入鸡肉 1,2,1,1,2,1 好,那一身不夠 阿姨看到嗎 嗯 1,2,1 衝本出來,咬咬一次 1,2,1,2,2,1,2,1 好, мед飯 свою體 先endo